不用計算 想想看 現場一公斤賣一百元 買五分之三公斤賣一百元 夠不夠呢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現在知道現場一公斤是賣一百元 如果我們先把五分之三 存在一百元的話 會變成五 一分之三乘以一分之一百 因為一百是五的倍數 所以可以一分五會變成一 一百會變成 好,所以現在下一個層會變成一分之三 六十 會等於六十元 所以六十元 因為六十元是小於一百的 所以 我們現在知道 這些錢一百塊 欸,買五分之三公斤 出一百元的話夠 因為它這裡是 是 是 因為 因為六十元小於一百元 所以我們知道 它買的錢夠 所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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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十元小於一百 所以 夠 也十二十分 十二十元 很高 十二兩百元